這裡已經是割開的,但它都沒有過街 唉唷 整塊布都可以玩 原來我以為這個是小米的品牌 然後原來 是,阿姨有沒有看清楚 它是小米用品 其實是這樣的,小米做一個高屋平台 給別的品牌上去買 他們是神盒的 但是我就有在Shoppy那邊找找看 發現就是賣蠻貴的 然後這個呢,我們在淘寶買的就是 大概馬幣 四百塊左右 美肌文費啦,文費大概四百五左右 這樣都便宜了很多 比起馬的新加買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來試用一下 這個抹床的機器到底好不好用 我自己這樣想也是 我們真的是很少去抹那些玻璃 因為外面很難抹得乾淨啊 這些東西 所以我打算買這個紙巾回來 就讓椅子方便操控 按一按的,自己抹吧 怎麼你不可以自己操控? 或者是我操控 按下去,我會做這些東西 我也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辦在這裡了 那個玻璃文就比較多了 我明白椅子一時有加碼的 沒有,每次都可以做的嘛 我就買這個東西回來咯 你一定沒走的 不過你落桌而已咯 你也要死咯 OK,我們先來打開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啦,我們買了好幾久 大概有買了兩個月吧 OK,這個就是 擦窗機器人 然後它就是有給這個 應該是它的碼布來的 哦,有被你拗魚 那些野野鏡有滴了 OKOK 它看起來真的是好像蠻簡單的結構的了 但是它是怎樣黏在玻璃那邊 這樣跑呢 它外形就是這樣不兩件的開關 這裡應該是它的Monitor 它這個就不是充電了 這裡是它的電源的接口 你就按它 然後才可以走的 它不是那些傻子的 欸,有硬哦 買了它 沒點掉了 沒點掉下去就死了 又是爐哦 硬硬硬,這個是硬的 然後這裡就是它的抹布 就黏著 這邊就是應該是它seed lid的地方 這邊應該是它的滾輪 就在玻璃上那邊行走 扭坦的用法 你要把潛潔肌的噴五到八成在抹布上面 然後就可以開始抹 快點拿一個抹布 應該這樣說 所有的野區都說它做得有多快 而在它幫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另外一件事 幫你節省一點時間 大家看看這裡有什麼 有電線 有一個就是拿它兜這裡 跑鍋的線 扭進去的 這個就是讓你噴了潛潔肌的 OK,我們來試試用 這個好用 就是這樣進去 轉進去的 轉進去的 它有鎖 好像螺絲那樣的東西 我們看到有另外一些牌子 就是冷明筆 差不多兩千多元 那些就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好用 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它便宜的 抹到窗口就OK了 不用多這麼貴 我們這些 黑價 大家去看看 其實這裡的窗口已經有很多 這裡就有一個窗口 這裡有一個玻璃門 然後這裡有一個窗口 我現在用普通水來測試 把它噴 然後 看到 其實已經刻開了 我刻開了一點 然后我们的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肮脏的 只是外面就会比较干扰 我们就可以在马出品 就可以看到它的清洁效果都会怎么样 OK 我就拿了这个清洁剂给它给它喷一遍 干嘛得干净一点嘛 哇 出口的汤 我们很怕吃饭 这是装修的代表 这里就可以大概看到它怎样跑了 准备可以这样吗 要喷到阿咪 好咯 它们有左边线啊 整块布都黑完了 这里 它抹完了它就会在那个最低处那边等你 那它是抹到OK的 整个煲都很邋遢啦 这样肉眼这样看啊 刚才也是这样肯脏的嘛 它也是抹到蛮干净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它抹不干净的 比如说是旁边的一些风啦 然后还有这些有一些鹰啊 它大概就是可以清洁了80%的干净左右 就不可以百分之百 通常我们抹一些玻璃门啊 我们出品的边框啊 我们也是会有抹的嘛 它不能抹 然后它抹一面的时间呢 大概是需要6到7分钟这样 好慢的 如果你再抹 玻璃门呢 已经是半个重容了 有一点慢 然后也不是说太干净 这里都小乖乖的 但是我想啊 如果你是住在公寓的话 比较高楼的地方 啊 这样就不同了 你很难抹出品的东西的嘛 那它就可以帮到你很轻 OK 现在我们就要测试一下这里了 因为这里呢 它是平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转角位这样 就有点类似高楼的情况下啦 因为我们很难去抹这个外面的窗口 因为上面这里能开不了 开了的话 我还是很难伸手去把它抹完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这个抹窗机器来试试看怎样 这个绳子我还是拿一拿 比较好这里就比较高一点 太低了 我把它来到来到 OK OK so 你一开的时候啊 它就是跑着的时候 它就是吸着的 它在抹根啦 好吗 现在我们就要不要抹 我怕你很怕啊 怕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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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拿几个绳子 电线放出去 可以怎么可以捡住呢 里面沸到水了 捡住哦 好像是因为太滑了就会含肉 哦 放下水了 我们换一块布 我先把水洗掉了 哦 所以说的太湿呢 是不可以的 我们来来来来来来 噴小一点 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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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不可以放太多 喂 喂 是怎么吃它呢 对我 这里已经是割开的嘛 但它也没过街 它感觉有点很严重 黑啊鸣麦啊 陪生很可怕 很提心跳胆 我怕它真的会不会掉下去 我从哪个位置开始进去哪里 很漂亮 如果我要它停 可以 安依下不了 它就會往右方向 現在我們安生 安生 路直上 左 去那邊 都不太好感 有些時間去召喚 這樣用了下來 我覺得它的清潔能力 還是沒有那麼的強 因為我沒抹到 無論是我自己控制 它自己行都好 我覺得都不是太人性化 OK沒關係 我先用了幾天 然後再回來跟大家講一個總結 走囉 嗨 現在已經是經過了幾天後 我們就用了那個抹玻璃機器 就抹了家裡大大小小的玻璃 用到下來就覺得 很理想 它不是說像那個掃地機器人 這樣方便那些 而且它抹一個玻璃門 還滿滿 然後它也沒有那個掃地機器人 這樣可以幫你自己省時間 整個家這樣大範圍嘛 你放下去就不用再離它 搶它 大概不同 它是每一塊玻璃 你又拿過來就放上玻璃 又等它走走五六分鐘 又回來搶它 又拿走它 又放你那塊玻璃 太麻煩了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很理想 我自己抹的話大概30秒左右 我就一分鐘了 開麻煩了 快的 我早也快的 講什麼 講什麼 加上它抹玻璃的時候 邊框它是沒有抹到的 因為邊框那邊也是很癢 我們自己手動抹的話就可以抹掉了 這樣又沒有完全說它真的好不好用 只是一些邊邊角角那裡 它轉彎那裡 要卡掉之外 這樣如果你家裡有那種大大片的玻璃 這樣都算時間的 或者是我們家裡外面抹不到的地方 這樣它都是好用的 但是這樣的情形真的是少之又少 然後我自己有想到一個點 即使我們在樓上那邊抹 有綁住它也好 萬一它這樣掉下來 它可以抹到下面的玻璃 都是爆了 所以怎麼抹到的都是死 無論它怎麼掉到的 總之又掉到的風險就好頭痛 所以最後的總結 我個人覺得這個抹玻璃的機器 就不是很好用 就不推薦各位兄弟去買 就自己抹就好 唉唷我打算不買來 有爽一下 那些什麼樣子 賣到錢 很少買到 沒有說它沒有用 但是它真的不是很好用 不適合我們 不適合我們 所以現在我就想著 要怎樣取擠它 這樣如果各位兄弟 有用這個玻璃機器的經驗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它正確是這樣用的 怎樣怎樣 或者什麼品牌會比較好用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OK啦這樣這一次的開箱體驗就到這裡了 那麼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也去我們的FB和IG看看啦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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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沒得用你 好少買到你沒什麼用的東西 這陣子 這個又收起你風塵 這個我自己用手錶 我丟著你外面你抹就好 我丟著你 你為公安 你為公安 較不流津 我不是想要別人 我還是要一遍 我還是要太脆了 我還是要不想要 我也要不想要 我還是要不想要 你給我 我席小鈴鐺